上星期在曼德拉追悼会上 南非总统祖马在台上受到不友好的待遇 南非金山大学副校长亚当·哈比布说 这样做的时机也许不恰当 可是批评祖马的人越来越多 一位总统在全世界人面前遭到自己选民的批评 这应该让他非常不安 问题是为什么 我认为部分原因是人们真的对腐败非常不满 祖马总统赤资2000万美元整修他的私人住宅 因此受到批评 政府称这样做是为了加强安全 这个做法在社会基层引起强烈不满 再加上19年来 我们经济不平等状况每年在加剧 导致了瞬间的爆发 在约翰内斯堡的穷困社区亚历山大等地方 人们对继续处在贫困中感到愤怒 因为人们没有工作 没有房子 那么犯罪活动就来了 不幸的是曼德拉去世了 不过我们等着瞧吧 因为我们还是会把票投给非国大党 是曼德拉和这个党把我们带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哈比布说 非国大党要依靠忠实选民在明年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 可是非国大党正在失去支持者 我肯定支持者会减少 问题是会不会严重减少到让他们败选 我想还不至于 曼德拉的律师和朋友乔治·比索斯说 曼德拉的死应该引起非国大党的反思 他们说他们知道 并且会追随他的脚印 可是他们不是记性不好 就是故意不这样做 西开普省不属于非国大党管辖 民主联盟党在2009年选举中赢得绝对多数 民意调查显示 民主联盟党的最大支持者是开普省富有的白人 他们把开普顿管理得太好了 把这个地方开发成现在这样 每个人都想住到这里来 成群结队的游客给开普顿带来富有的感觉 可是当地工人说 这里也有真正的穷人 没钱 什么都没变 人们生活在贫困地区 可能连厕所都没有 什么都没变 2005年曼德拉在一次讲话中说 战胜贫穷是正义行动 就像种族隔离或者奴役 贫穷不是天生的 而是人为的 种族隔离结束了 现在胜者先世 南非还有待努力解救那些陷于贫困中的数百万人 美国之音李奇维尔 约翰内斯堡报道